我們在南豚往頂東方向 嗨 我們現在在哪裡呢 我們在南豚往頂東方向 看到一間非常厲害的小吃店 各位看到沒有 這攤子啊 上面的字都已經不見了 而且這家店是一個轉角 賣碰碰碰差咪 生意非常好 一不小心你就會路過了 因為它在一個紅綠燈 一個快速道路的入口 等一下跟著我進去吃看看吧 今天叫這個啊 是控碼的便當 只要70塊錢 然後湯的話呢 是油豆腐湯 而且這個控碼看起來滷的啊 非常的入味 非常的軟嫩 哇 好想吃喔 趕快吃 而且這個啊 這個控肉啊 是屬於軟嫩那一種 吃起來很像果凍 吃進去啊 就 欸 借過一下喉嚨 就下去肚子裡面啊 超厲害的啊 超厲害的啊 夾過幾下都融化了啊 就不見了耶 好吃好吃 這個控肉看起來是比較肥的那一種 不過吃起來呢 很像果凍 吃進去就 欸 就不見了耶 走吧 我們去下一站吧 我們去下一站吧 嗨 我是Handsome料 料帥 今天到哪裡呢 看一下 我們今天到了高爾夫球練習場 這裡是呢 南豚嶺東的高爾夫球練習場 這個場地呢 是台坦的 今天打這個呢 是打250塊 超棒的 這場地啊 非常大 對面啊 是打會員 這邊啊 是打一班散客的 像我這種 白癡型的散客 而且啊 250塊啊 暢打 我聽過什麼暢飲啊 喝東西啊 第一次聽過高爾夫球場啊 還可以暢打 這個對面啊 是打會員的 會員的話 基本上在對面 這邊有分一場跟二場 這邊是二場部分 然後這塊地啊 是台坦的 所以啊 這邊打球啊 非常便宜 兩百塊啊 就可以暢打 這邊進來 這是租借的地方 然後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一些球桿 啊 因為呢 我今天沒有帶球來 所以呢 就跟店長借一隻鐵桿 來打 剛剛看到這個啊 就自動給球機 好神奇喔 按一下就有球出來了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啊 高四高浮球場啊 它是 250塊暢打 隨便你怎麼打 而且還不限時間 我們今天打了 350幾顆 好累喔 而且今天啊 我又沒有桿子 跟店長借的 借一隻鐵桿啊 是 50塊錢 我個人覺得啊 這個花費不會太貴 而且不用會員 然後隨時想來打都可以 然後又是暢打 250塊 我覺得非常完善 想要嘗試看看啊 高浮球練習啊 運動啊 這個的朋友們啊 我就覺得啊 你可以來試看看 讓身體啊 去記住一下那個灰乾的感覺 球啊 擺放的位置 拿乾 手握的位置 這一切一切啊 我都覺得太難了 高浮球真的是一個非常深奧深奧的運動啊 那些會打高浮球的人 真的很厲害 沒有接觸過高浮球啊 第一次來這邊啊 我就覺得 好難喔 嗨 這一家啊 在南滾啊 領東 中永路跟向上路 路口附近的炸水店啊 超好吃的 這個時候啊 一點半啊 一點多就開了 到傍晚啊 四五點的時候 生意超級好 都要排隊 排很久 這時候來是最好的時候 東西非常好吃 等一下呢 我就吃給你看囉 很厲害啊 它皮很酥 很脆 哇 它叫好這麼久 放在裡面 這樣子也不會軟掉 嗯 哇 吃起來太好吃了吧 來南滾啊 領東啊 你一定要來吃這家炸雞翅 它的招牌啊 招牌叫做大 大湯式吧 好像是吧 這隻雞腿三十五塊 這隻雞腿三十五塊 我覺得很划算 剛剛打烤之久啊 消耗太有體力了 這時候來 吃個炸雞翅 雞腿啊 完美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這跟什麼啊 什麼爹啊 連鎖店啊 有的比 這家店只有台中 目前只有領東 南豚這邊有 再向上路啊 跟中友路附近 下午的時候 到四五點 下課下班時間的時候 人最多了 要等很久 炸肉來不及賣 接著試一下 好吃的 接著試一下雞翅 好 還有 技術最怕就是 踩掉 喔 這個炸起來 就不踩 很簡單 就骨肉粉米了 好棒棒 今天高爾夫球真的是 太太太太太困難了 高爾夫球真的是一個 非常困難的運動 唉 不過呢 今天吃到好吃的炸雞很開心 我是Hemson Liao 廖帥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